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276集 震慑 这雨顶一出现,立刻闪烁明亮光芒 最终融化成一丝仙界之气,环绕在亡灵身体四周 带着它向着虚无飞去 仙界已亡,补仙已死 整个仙界在无数年前的那场大灾难下变得支离破碎 化作无数个碎片存在 风雨雷电四大仙门分属星空四地 每一个仙门所在都有很多修真心 所以啊,每次仙界之门打开都有来自各个修真心的强者 同时出现 只不过仙界化作的碎片众多 如此一来,这些人倒也没有多大几率同时降临一个仙界碎片上 四个,在某个二级修真国内,一个全身邋遢的老头啊,手里拿着鸡腿一边啃着,一边抬头,黑黑笑道 嘿嘿嘿嘿,开启了 小家伙,要是你好好拥有老夫借你的草帽,这次定然可以保命啊 否则的话,怕是小命不保哦 王林被这一丝仙界之气牵引,身体慢慢升高 很快,他脚下的修真国在低头看时啊,越来越小 最终他仿佛再次经历了当年化繁石 那种神石冲破躯体,飘上星空之感 只是这一次,他并非是神石,而是整个神区 渐渐的,他看到了脚下的大地,看到了大地之外的海洋 慢慢的,这一切在他眼中越来越小 最终他感觉到一层厚厚的云层,黑压压的一片,笼罩在头顶 这云层之内,蕴含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一阵阵庞大的威压,好似可以把世间任何物质全部挤碎一半 只是,当着威压降临他身上时啊 环绕体外的一丝仙界之气,立刻闪烁光芒 顿时那云层之中出现了一道通道 使得王林可以顺利通过 穿梭云层之时,王林有种心惊之感 这通道不大,好似腿脚一伸,便可触碰一半 但王林确实知道,自己的身体只要碰着云层一下 定然会被威压临身,立刻死亡 这便是天威凝聚的力量 王林深吸口气,目光闪动 他分析啊,若是本尊在此,不知会如何 以本尊古神二次蜕变的身体,能否承受这云层的压力 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除非啊,本尊尝试一下 很快,在那次仙界之气的牵引下 王林顺利的通过了云层 在离开云层的瞬间那,王林松了一口气 但立刻,他便心情澎湃起来 只见他眼中所望是真正的星空 这星空他所见次数不能说少 无论是古神图斯的记忆,还是画凡那次感悟天道 他都看到过星空,但这是他第一次以肉眼亲身体验 这种感觉与之前决然不同,相差极大 浩瀚的星空,璀璨的光芒 这一切让王林有种海阔天空,任飞翔之感 他低头看时,朱雀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球体 初一看极大,但随着自己不断的升高 朱雀星越来越小 原来是这样 王林似有所悟 就在这时,忽然从朱雀星内飞出五道光柱 在这光柱之内分别有五人 这五人中除了三人外 其余两人此刻与王林一样 都是望着脚下的朱雀星 好似有了些许感悟 渐渐的,王林察觉自己体外的仙界之气 牵引着自己想向他们靠拢 最终,连同他在内的六道光柱 形成一个六角形的图案 彼此之间遥遥相隔 说远不远,说近不近 王林一眼就认出啊 这五人中唯一的一个女性 正是那雪玉国的天之娇女 百年内进入化神后期的红蝶 她神色平静 不动声色 眼神一扫而过 红蝶会出现的 没有出乎王林的预料 而且此女没有见过王林的真容 此刻啊,她不担心会被认出来 至于另外死人 其中一个身体看起来极为强悍之人 此人上半身赤裸 露出骇人的肌肉 看起来啊,不像是修士 反倒有些像凡人界中的武者 只不过啊,在此人眉心之中啊 有一把斧子的形状若隐若现 看到这斧子的一刻 王林已然确定 此人是那巨魔族中人 而且其身份应该不低 还有一人好似少年 但其眼神却是露出无情的嗜血之色 王林只看一眼便收回目光 此人的气息啊 倒是与本尊较为相似 只不过啊,比之本尊还要差生一些 若是本尊在此,凭着煞气足以遏制此人 另外让王林双眼瞳孔为之一缩的 是最后的这二人 尤其是那个白发老者 此人闭着双眼,背着双手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但却有种随意之感 好似行走在自家花园一般 此人在王林看来时啊 忽然睁开眼睛 对王林微微一笑 王林深深地看了此人一眼 收回目光 落在最后一人身上 此人貌视中年 手中拿着一个葫芦 时而喝上一口 眼中露出一丝空洞 好似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其感兴趣一般 即便是对于王林的目光 也没有任何感觉 王林深吸口气 这五人呢 每一个都是高手 在王林观察五人时 这五人除了中年男子 一直喝着闷酒外 其余四人也在相互观察 始终啊 都没有任何人说话 王林忽然有些感悟 原来自己不知不觉中 已然成为了一介高手 能从这朱雀心中脱颖而出 去仙界之门 这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 而且从这几人的眼神中啊 除了中年人与老者面无表情之外 从其余三人身上 他看不到轻蔑之色 有的则是一丝若有若无的防备 王林微微一笑 在这一刻 他有些自豪 当年的山村少年 谁又能想到 可以走至今天这一步呢 回想前尘种种 王林可以说是一步一个脚印 这一切都是在一次次 生死危机的历练中换来的 六道光柱相互组成一道六角形图案 以极快的速度向着远处的星空 漠然飞去 很快展现在王林眼前的 是一道巨大的金光之门 死门实在太大 无法形容 站起脚下 人们好似蝼蚁一般 在这门上刻着一个大字 此字体在古神图丝的记忆中 又提到 这赫然就是一个语字 这正是那语之先门 只不过这门上有一个手印 在这手印边缘 遍布许多珠网般的裂痕 在此门下 还有着无数破碎的平台 在这平台之上 此时已经占了数人 这些人往往彼此之间 独自占据一块平台 王林六人来到这里后 六角形图案顿时崩溃 六人迅速被一股大力 向这一处位置弹去 王林身子向后一坐 落在一处 约有十张大小的平台之上 至于其他五人 也是选择在附近的碎石停留 他四下一看 禁不住内心一动 此地的这些大小不等的平台 其质地都是一样 而且有一些 若是按照其边缘的痕迹 可以完美地连接在一起 如此一来 王林立刻猜到 恐怕在无数年前 仙界没有破碎之前 这里应该有一面 极为庞大的平台 再看那仙门之上的手印 王林深吸口气 目光闪动 这一个手印 就把仙界之门打出裂缝 这到底具备了多大的神通呢 看了看这高不可攀的 羽之仙门 王林刚刚升起了一丝自豪之感 顿时烟消云散 与这些未知的存在相比 自己现在还是处于挣扎的状态 过了一会儿 又有数人从远处飞来 落在四周的零碎平台之上 王林一一观察 这些人的修为不等 甚至还有原英期出现 这一点倒是让王林豁为费解 渐渐的 随着来人增多 这些平台便不够了 这时啊 其中一个黑衣青年 身子落下后 四周一扫 发现在没有平台落脚 于是身子一动 落在了一个白发老玉 所在平台 此平台有三十多丈 别说两个人 即便是二十个人 也可以站得下 但这青年 站在平台上的一瞬间 那老玉目光一闪 沙哑的说道 滚 那青年面容见了 正要说话 老玉眉头皱起 右手隔空一抓 顿时那青年 立刻惊呼一声 连忙后退 这才显之又显得闭过 他面色颇为难看 忌惮的望了老玉一眼 转身向着一旁的平台落下 在那个平台上 潘息坐着一个中年人 此人正是与王林 来自朱雀星之人 他拿着葫芦 喝着闷酒 对于平台上多了一人 没有任何在意 黑青年沉吟少许 靠着边缘位置坐下 目光闪动 时而看向那老玉 时间不长 又有一人飞来 这人面色阴沉 拥有化神初期的修为 他飞来后 叹了一眼已经被占满的碎石平台 立刻向一旁飞去 却也巧了 其目标不只是有意还是无意 居然选择了朱雀星众人所在之位 他身子一闪 出现在那巨魔族男子所在平台 冷横道 让开 巨魔族男子抬起头 目露不屑之色 身子一动 整个人顿时长大起来 好似一个巨人般站起身子 低头看了一眼 那眼露惊荣之人 缓缓说道 没地方了 说话间呢 他额头的斧子硬痕飞快地闪烁 那人颇为忌惮地 看了巨魔族男子一眼 缓缓说道 巨魔族 他略一沉吟 身子后退 离开了此平台 下一刻 他出现在了血欲天之娇女 红蝶的石台上 此时啊 巨魔族男子侧头看了 脸上露出王位之色 这人站在红蝶的石台上 看了红蝶一眼 随后啊 略一抱拳 转身离开 他已然察觉 这红蝶是化神后妻 不是他能招惹之辈 于是身在半空 在四周之人身上 一一扫过 那白发老者 被他第一个放弃 至于喝着酒的中年男子 也因为其平台上 有了一人 也被他放弃 最终啊 此人选择了 王林 与那眼露 嗜血之色的少年二人的平台 略一犹豫 又放弃了那少年 毕竟在他看来 此人绝不是那种心甘情愿离开之辈 很有可能会有一场大战 如此一来 并非他想要的结果 而王林呢 看起来好似柔弱书生一般 应该比较好年 此人目光一闪 飞到王林所在平台之上 这时即便是那个喝着闷酒的中年人 也抬起头 看了过来 至于巨魔族男子 也是一样 眼中王位之色更浓 红蝶总感觉 那仿若书生之人 有种熟悉之感 但怎么想也没有任何印象 此时啊 不由的看去 想从其功法上 插出端倪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